男子騎車經過停在一堆垃圾旁邊 熟練的把自己的垃圾也丟在一起 另一名黑色上衣男子垃圾丟下去 還用腳踹一下 回頭看一眼才離開現場 而這些亂丟垃圾畫面 全被拍下來要囤罰單 就機車 汽車 開到這邊 就車一停一下 翻開 整個一直丟 實體直擊果真現場逮到銀色轎車停在路旁 接著一包 兩包垃圾 從窗戶被丟了出來 駕駛人加速離去 沿路還可以看到 一堆堆的垃圾被丟在路上 垃圾堆上方的標語 配合垃圾不落地 垃圾車來再丟棄 實在好諷刺 亂丟垃圾的地點 在屏東縣長治鄉 都是垃圾車會經過的路段 因為有些居民貪圖方便 趕不上車子抵達時間 有些人提早堆放 把清潔人員當免費搬運工 一包包垃圾丟進車內 這情形越來越誇張 讓環保局再也受不了 從5月28號設置科技執法監視取締 短短一週查獲41件亂丟垃圾案件 就是他也有公布出來 公布出來也沒有怎樣 少數貪圖個人方便 致民眾等於7支垃圾於道路旁 嚴重影響環境衛生 依被欺負清理法 第27條地款為定 最高科主新台幣6800萬 鐵腕手段亂丟垃圾的民眾 將面臨1200到6000罰單 目前安裝4支科技執法監視器 希望達到原屬效果 不想讓長治鄉淪為垃圾鄉 TVBS新聞徐建宏徐柯成徐一段評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